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新闻 在数字身份验证日益重要的时代 年龄预测软件被视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 然而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的最新评估显示 这项技术仍存在许多复杂性和局限性 特别是性别差异和人口敏感度问题 使得这项技术在普遍应用上面临挑战 尽管准确性有所提高 但仍需进一步改进以应对不同人口群体的需求 接下来 我们关注全球范围内征兵制的回归 随着各国面临不同的冲突和安全威胁 征兵制正在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以色列 乌克兰 俄罗斯等国已经开始扩大征兵范围 甚至英国 丹麦和德国等国家 也在讨论重新引入征兵制 这不仅挑战了未来战争将由技术主导的观念 也反映了人力在战争中的持续重要性 然而 征兵制也可能带来士气 纪律和运营能力方面的问题 最后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战争经济模式 普京任命经济学家安德烈·贝鲁索夫为国防部长 这标志着俄罗斯向苏联式的军事经济模式转变 这种模式结合了国家干预 军工复合体和进口替代 但也可能侵蚀俄罗斯的自由经济基础 带来长期的经济不稳定 历史告诉我们 一个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经济体系难以持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在当今数字身份验证日益重要的时代 年龄预测软件作为年龄门控和访问控制的潜在解决方案出现 然而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最新评估 揭示了该技术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NIST的评估发现 没有一种通用算法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 算法的准确性因图像质量 性别 出生地区和照片中的人物年龄而已 此外 女性面部的错误率高于男性 这种性别差异自2014年评估以来一直存在 原因尚不明 不同算法对不同人口群体的敏感性也不一致 这凸显了需要更具包容性的训练数据来提高准确性 尽管过去十年间年龄估算软件的平均绝对误差有所减少 但对于需要精确年龄验证的应用来说 这种改进可能仍然不够 NIST的持续更新和评估过程 对于识别改进领域和推动创新至关重要 但也强调了技术的局限性和在实施中的谨慎需求 在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年龄估算软件的过程中 必须平衡技术创新和个人权利保护 确保任何围绕年龄预测技术的监管框架既有效又尊重个人自由 Foreign Policy 经过几十年的逐渐减少 征兵制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 以色列正在辩论是否延长预备役服役时间 并可能扩大征兵范围 以包括目前豁免的极端正统派人口 乌克兰在继续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过程中 扩大了征兵范围 而俄罗斯也因乌克兰战争的伤亡增加 而扩大了强制性服役 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 在2023年重新引入了征兵制 立陶宛在2015年重新引入 爱沙尼亚则从未废除 台湾也因中国的威胁而延长了兵一期 即使是不在前线的国家 如英国 丹麦和德国 也在讨论重新引入或扩大征兵制 尽管现代战争越来越依赖无人系统 但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表明 仍然需要大量士兵 征兵制不仅是为了满足军事需求 还被视为解决社会分裂的一种手段 尽管征兵制可能有助于社会凝聚 但其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战争的现实表明 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 但对士兵的需求并未减少 Reuters Breaking Views UniCredit与欧洲中央银行ECB之间的争端 可能会增强监管机构的权威 UniCredit正在法院挑战 ECB要求其更快退出俄罗斯的命令 ECB担心 如果UniCredit继续留在受众制裁的国家 可能会面临生育或运营上的打击 UniCredit则担心 突然退出可能会激怒俄罗斯当局 导致资产被没收 欧洲法官通常倾向于支持ECB 如果UniCredit败诉 其他银行可能会更加关注 ECB对UniCredit在俄罗斯业务的主要担忧 是潜在的风险 例如可能意外处理受制裁的人的付款 尽管这种风险尚未成为现实 但ECB认为风险足够高 因此希望UniCredit大幅削减其业务 类似的思路可能适用于ECB的绿色政策 即使气候变化导致的贷款损失 尚未普遍发生 ECB仍在考虑对那些未重新评估 其对污染企业的暴露的银行进行罚款 如果UniCredit败诉 这可能会为ECB惩罚假设性难以量化的风险建立先例 并可能鼓励监管机构在下达罚款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无论是否同意Orso的观点 银行高管们都在他的案件中有着切身利益 路透社Breaking Views 英国新政府的国家财富基金实际上是9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 回报率有限 风险在于私人投资者可能得到过于优厚的待遇 然而 考虑到英国能源转型每年需要640亿美元的投入 一定程度的慷慨是合理的 独立的绿色金融研究所表示 英国在2030年至2050年间每年需要额外支出500亿英镑 以实现低碳经济 新成立的政府五天后 李福斯提出了一个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案 国家财富基金将汇集公共和私人资本 投资于港口 绿色钢铁 可持续清气和超级工厂等领域 政府将注入73亿英镑 以便投资立即开始 但工党希望私人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 贡献三倍于政府的资金 尽管商业投资在英国 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但政府计划通过承担债务投资的首批损失 和设定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率 来吸引私人资金 外交政策 欢迎来到外交政策的非洲简报 本周的亮点包括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与抗议者对话 谈判人员在苏丹寻求和平协议 以及英国新政府取消了卢旺达庇护计划 布吉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宣布 正式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 签署了防御条约、建立了一个新的邦联 三国军事领导人 同意创建联合投资银行和稳定基金 并将资源集中在采矿、能源和农业等关键领域 三国公民可以自由地在三国之间移动 类似于欧洲联盟 尼日尔总统塔查尼 在尼亚美的萨赫勒集团会议上表示 我们的人民已经不可逆转地 背弃了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 尽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奥马尔、阿里乌、图拉伊警告说 这三国的退出可能会危及该地区的未来 但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回归ECOWAS并计划建立自己的货币 外交事务 在俄罗斯嘲笑苏联经济计划的传统 几乎与改善经济体系的尝试一样古老 普京显然不受苏联经济计划名声的影响 他在今年春季的政府改组中 任命了没有军事经验的国家经济学家安德烈·贝洛乌索夫 担任国防部长 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比例 据一些估计 2024年预算的近三分之一用于国防 达到了后苏联历史上最高的GDP比例 普京认为只有经济学家才能使军费开支高效 贝洛乌索夫的理念是 国家干预和军费开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这种观点与帮助苏联解体的做法相似 尽管普京在上任初期支持大规模经济改革 但他现在回归了本质上是苏联经济的模式 结合了国家干预军工复合体的主导地位和进口替代 尽管这种模式可能会导致经济脆弱性增加 但普京似乎相信巨额军费开支和有效管理可以拯救国家 自从10月加沙地带战争爆发以来 鸿海已成为第二战场 野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在伊朗的支持下 向通过该海域的商业船只发射导弹 并派遣武装无人机 导致两艘船只被击沉 数十艘受损 这些攻击扰乱了占全球贸易至少12%的航道 导致运输成本飙升并扰乱了贸易系统 胡塞武装表示 除非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否则他们将继续针对商船 意图通过制造混乱增加国际社会 对以色列政府结束战争的压力 胡塞武装虽然是这些攻击的主力 但并非单独行动 它们是伊朗抵抗轴心的一部分 这个网络由伊朗动员的主要非国家伙伴组成 服务于其地区目标 伊朗不仅提供了武器和情报支持 还公开支持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 对于伊朗来说 帮助胡塞武装只是其更广泛战略转变的一部分 越来越依赖海上能力来对抗敌人 四年前 伊朗的海上活动主要限于几百艘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E的快艇在波斯湾巡逻 偶尔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最近伊朗海军获得了更先进的舰艇 包括新型潜艇和导弹战舰 开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活动 这些变化符合伊朗自1988年两一战争后 采用的前沿防御学说 旨在远离国土前线与敌人交锋 伊朗的海军现已成为其军事战略的核心 长期以来 导弹、无人机和代理民兵 一直是伊朗陆上前沿防御的核心工具 如今这些工具被部署到海上 为了进一步增强实力 德黑兰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海军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增强海上存在 伊朗不仅只在威慑可能对其不利的外国势力 还通过直接威胁这些敌人 主要是美国 伊朗的海上威胁需要回应 华盛顿必须通过开发替代贸易路线 降低国际航运系统的脆弱性 并通过允许伊朗有限度地融入全球贸易系统 来减少其扰乱海上运输的动机 此外 随着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伙伴改善与伊朗的关系 华盛顿应鼓励他们利用影响力 抑制伊朗的挑衅行为 在军事方面 美国必须与盟友紧密合作 遏制和控制伊朗的海军力量 伊朗在发展其海军战略时 引入了几项显著变化 首先 ILGC海军已占据主导地位 历史上 ILGC海军由一支灵活的快艇舰队组成 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骚扰美国船只 与此同时 伊朗的常规海军则执行防御任务 巡逻 更远的海域进行反海盗行动和情报收集 然而 1月 ILGC海军获得了两艘新型先进战舰 预计未来几年还会获得更多 这将使ILGC海军能够在波斯湾之外执行任务 超出常规海军的任务范围 2020年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特别指示 ILGC扩大伊朗在远距离水域的打击能力 符合常守战略 新部队的技术能力是另一显著变化 伊朗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其导弹项目 现在越来越多地为海军舰队配备最新技术 ILGC海军的战舰装备了射程达430英里的先进导弹系统 以前伊朗的陆基导弹只能打击距离伊朗领土1200英里以内的目标 但海上舰队的机动性大大扩展了潜在目标的范围 过去几个月 伊朗频繁进行海上任务以支援抵抗轴心成员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 ILGC的圣城军部队通过从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出发的货船向真主党运送武器 这些货船在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停靠卸货后继续其商业路线 伊朗还使用幽灵邮轮向叙利亚运送石油 这些邮轮关闭跟踪系统并更改名称和注册以逃避侦测 红海上 伊朗船只Bashad为胡塞武装的国际航运攻击提供情报和监视支持 伊朗海上活动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加强对战略水道的控制 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其海军能够进入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通过该海峡运输的石油占全球消费量的20%以上 与胡塞武装的合作扩大了其在巴布曼德布海峡的影响力 这条海峡位于野门和非洲之脚之间是红海的南部入口 2018年 伊朗总统鲁哈尼暗示伊朗在巴布曼德布拥有影响力 他说我们有很多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其中之一 五年后 胡塞武装在这条水道上攻击船只 鲁哈尼的话似乎是一种警告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 德黑兰向胡塞武装提供了伊朗制造的反舰弹道导弹 并且伊朗技术帮助胡塞武装在红海打击船只 伊朗可能也向真主党转移了类似的导弹技术 后者已被认为拥有俄罗斯制造的反舰导弹 结合抵抗轴心成员的沿海位置和海上能力 伊朗可以将其影响力从波斯湾延伸到红海和东地中海 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构成了伊朗海军战略的最后一根支柱 自2019年以来 这三个国家进行了四次联合海军演习 最近一次是在三月的阿曼湾 这一展示发出了他们有能力和意图挑战西方在该地区海上主导地位的信号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不断加深 伊朗还寻求俄罗斯在开发更先进的中远程海军精确导弹方面的帮助 伊朗重新调整的海军战略主要是对该国安全环境变化的回应 首先 德黑兰认为需要多样化其对抗美国的选项 以前 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是容易的目标 当外交紧张升级时 伊朗可以威胁打击这些基地 但过去两年 伊朗采取措施与阿拉伯邻国和解 现在更不愿意破坏这些关系 因此 伊朗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威胁显著减少 在4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之前 伊朗通知了几个海湾国家 确保他们该行动仅限于以色列 不会扩展到他们的领土 为了避免激怒邻国 伊朗开始将威胁集中在更远的美国利益上 例如 5月 ILGC海军指挥官阿利·瑞·萨特特斯里宣布 ILGC的一艘新型导弹战舰 已航行经过了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 这里住有美军人员 这一行动向美国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表明伊朗的海军正在扩大其影响力 伊朗的新战略也旨在围困以色列 伊朗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理人和盟军 已经在以色列边境构成军事威胁 通过向真主党和胡塞武装提供无人机和反舰导弹 伊朗赋予其伙伴打击以色列航运和港口的能力 在潜在冲突中 伊朗支持的团体可以同时攻击以色列的陆地和海上目标 美国在提供援助和后勤支持方面也会更加困难 因为其船只将暴露在伊朗及其盟友的攻击之下 仅仅是建立这些能力就增强了伊朗对以色列的影响力 以色列现在必须在其战略规划中考虑多线作战的风险 得黑兰的一些动机是防御性的 伊朗希望通过其海上存在提高敌人的冲突成本 无论是以色列、美国还是其他抵对势力 它可以通过提高阻碍国际航运线路的能力来实现这一点 正如胡塞武装在加沙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 为了进一步建立这种能力 伊朗曾尝试虽然为成功在苏丹红海沿岸建立海军基地 以换取向苏丹武装部队提供先进武器 与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结合起来 苏丹的基地将使伊朗能够从两个方向控制一个海上咽喉点 在得黑兰的计算中 如果敌人确信区域冲突会扰乱全球贸易 他们将不太可能冒经济混乱的风险与伊朗部队冲突或对伊朗本土发动攻击 最后 随着以色列的监控使得伊朗通过陆路和空路向其盟友走私武器越来越困难 海上行动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传统路线 如通过伊拉克连接伊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路桥 和通过伊拉克连接伊朗到叙利亚的空中走廊 由于以色列情报行动识别这些运输并进行空袭而变得危险 相比之下 海上运输监控较少 路线更灵活 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船只 使伊朗能够保持向其盟友输送武器的稳定流动 即使伊朗重新调整其海军战略 该国的常规海军力量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及其大多数盟友 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的海上活动不构成威胁 真正的危险在于德黑兰在海上领域进行不对称战争的能力日益增强 结合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代理民兵的行动 以及对战略水道的控制 以打击美国的利益 伊朗与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关系 加剧了这一威胁 通过这些伙伴关系 德黑兰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海军技术和有效进行海战的经验 而且无论是有组织的联合行动还是独立行动 这些国家的海上活动都可以服务于挑战美国海上主导地位的共同目标 正如美国和英国领导的军事行动 未能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对船只的袭击所示 不对称的海上行动难以应对 尤其是在遥远的水域 如果伊朗 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在多个地理区域 对美国海军资产和商业航运发动海上攻击 他们可能会压倒美国海军力量 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减轻伊朗的海上威胁 通过推进外交倡议 开发替代国际运输路线 华盛顿及其伙伴可以减少对易受攻击的航道的依赖 其中一个倡议是印度 中东 欧洲走廊 美国应召集相关方 包括印度 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和欧盟 确保资金 设定具体里程碑并加快铁路 港口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 华盛顿还可以通过鼓励美国公司通过公司合作投资来推动这一经济项目 类似的 美国可以支持连接波斯湾到土耳其和欧洲的发展之路项目通过伊拉克 华盛顿可以通过帮助伊拉克政府增强沿线路线的安全性 并促进巴格达与安卡拉的更紧密合作来推动这一项目 美国还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帮助伊拉克获得项目贷款或赠款 此外 华盛顿可以鼓励其海湾地区的伙伴利用他们与德黑兰日益升温的关系来降低海上冲突的风险 伊朗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表达了对地区安全的兴趣 下一步是制定一个包含各方尊重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贸易和航运的框架 伊朗与其邻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可能是迈向地区安全框架的第一步 因为这将培养信任并降低海上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需要明确向其伙伴表明 他支持这样的谈判 拜登政府还应尝试将伊朗有限度地融入全球经济 美国主导的制裁限制了该国的国际贸易 使得黑兰在阻碍运输路线时损失较少 提高伊朗扰乱全球贸易的成本可能有助于改变其计算 华盛顿可以采取的一步是重新启动制裁豁免 允许印度继续其对伊朗恰巴哈港的开发和管理计划 除了外交努力外 美国还应敦促其地区伙伴采取军事措施 遏制伊朗的海上挑战 阿拉伯以色列正常化谈判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确保这样的承诺 包括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在内的正式军事联盟 无疑会激怒伊朗 但这些谈判更有可能产生更狭隘的合作形式 如定期海上情报共享和技术和后勤支持 如果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地区海上安全协议未能实现 这些努力将尤为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海湾国家将寻求其他方式来遏制伊朗的海上力量 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与华盛顿的欧洲盟友合作同样重要 欧洲部队已经加入了在红海对抗胡塞武装的行动 但他们在远离本土基地的情况下 快速部署和维持行动的能力有限 为了使其军队能够在未来对不对称海上威胁 做出快速反应 欧洲政府必须增加前沿部署舰艇的数量 并改善后勤支持 随着伊朗的海上前沿防御成形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做好准备 伊朗的战略旨在灵活激动 使其能够提高地区冲突的风险 并在多个地方同时威胁美国的利益 华盛顿需要利用其全部的外交和军事工具 以拒绝德黑兰在海上寻求的优势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